晚起袖子 打下全臺第一針 总统蔡英文对现承诺 全程开放直播拍摄 把手臂留给高端 睡宝精神好 焦糖哥哥挺国产 也破除打AZ谣言 因为很开心 因为是台湾第一支 武汉肺炎的国产疫苗 所以就觉得说 竟然研发出来 而且那数字这么漂亮 就是要来支持 高端开打前执疑声不断 不过接种率还不错 新光医院首日超过900人预言 长庚接种现场 报道率也接近9成5 MIT疫苗总算跟上接种脚步 年轻人不等了 有就先打 还有长者早就锁定他 我自己看新闻 我会觉得认为说 高端应该是没有什么副作用 我是本来就一直想要打 因为我已经七十几岁了 一直来催我 过去我没有理他 因为我觉得他的副作用 让我不放心 那高端至少副作用 让我们看起来是安心嘛 国内又多一款疫苗 能选择全台含概率 已经来到百分之三十九点五八 但还要继续努力 因为英国美国接种完两剂 比例早已超过五成 邻近的日本约百分之四十 韩国也有百分之二十二以上 反观台湾打完两剂的 只有百分之三点二六 这个是疫苗是我们比较可以控制 它的数量的啦 对 当分的民众 我觉得他们要打的原因 也是就是说 那个取得比较容易 高端两剂只要间隔二十八天 供需条件平衡下 一定打得到 也不需要再延长 以台湾采购情况来看 疫苗空窗期 正好靠国产补上 接力施打 让涵盖率再往上加 三立新闻 李文山珍家宣 台北报道